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温聚不休 有此相处到一天八百四十年 正那时期为了管在来外地人 生起民筹斗力 为人民使有幸福 在第一次斗争战 提升起人民人们温聚不休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先跟大家说说 说一个感觉吧 我觉得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对于为了建设行政国而牺牲的那些烈士 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 因公牺牲的那些烈士 最该被纪念 最该被怀念的那些人 我们淡没了 甚至谁是最可爱的人 都能从中学课本里面被删除了 好像他们已经不这么可爱了 也罢也罢 更可恨的是 有些人居然搞历史稀无主义 什么叫历史稀无主义啊 就把以前的一切都妈死了 都不认账了 然后呢 天天我们看的是 歌颂那些什么有钱的人 歌颂那些呢 整了形之后看上去挺好看的人 这歌颂那些呢 娱乐至死 然后呢 搞笑的人 那些人天天占据热搜吧 历史虚无主义 泛滥成灾 更有甚者 烈史灵源荒芜 更有甚者 若干利于烈史的纪念性的设施 挪作他用 搞什么娱乐 甚至唱什么卡拉OK 浓妆艳抹 妖爷女子 这种现象 很多老同志看不惯 很多有正义感的人 看不惯 有这事没有 至少有的现有吧 但是2012年以来 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国家 从国家层面来说 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从国家层面来说 我们整顿文艺圈 整顿饭圈 从国家层面来说 我们对于人民英雄给予了 本来就应该拥有的 本来就应该有的 那份庄敬和怀念 拿人民英雄纪念碑来说 他的背面眷刻着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个字样 这是谁写的 大家都知道是毛鲁西写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 缅怀先烈 有三个著名的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的这个文字 就是烈士纪念碑三面 烈士纪念日 这也是新设立的 在烈士纪念日的时候 我们就不免想起 毛主席当年 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个时候 一些历史上的往事 我今天看的人民日报的文章 我一看 两行字 看完了之后 就觉得心里酸酸的 这两行字是 毛泽东主席 念完三个永垂不朽 全场代表 感动的哭了 事情发生1949年9月30号 新中国成立前夕 就10月1号天安门高厂升起 无限红旗 9月30号那天 那天是什么日子 那天是刚刚闭幕 一个重要的会议 这个会议就中国人民政治 现场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 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为纪念人民解放战争 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会议 一致通过了修建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 和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碑的碑文 建议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是一个事 纪念碑碑文确定下来 是另外一个事 建立了一个纪念碑 大家都同意 毛主席写的那个碑文 不是毛主席写 是毛主席写 但是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体会议 大家一致通过毛主席写的那个碑文 这是另外一件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当中的极大的事情 要成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建立一个新政权 打倒了蒋介石 赶走了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翻身 求解放 现在有个政治性的成果 这是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商量 所以有人把中国的民主 叫做协商式的民主 就和这个会议有关 大家在一块商量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 当然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一心就中国 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的拥护 所以这次会议的意义之重大 在中国历史上了解中国的政治 不能不懂这个大会 不能不学习这个大会的决议 这个大会的决议 就把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国旗国徽建都等等 一系列事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 并且这个会议其实 从宪法学的角度 它就有上宪法的意义 就我们后来才开 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集体常务委员会 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那没开这个会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从哪来啊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体委员会来 因此全体委员会的决议 就有上宪法 就有最高法律效力 周总理提议说 建造今天 建造天安门广场吧 因为天安门广场 承载着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 是全国各族人民相往的地方 周恩来总理就陈述这个道理 大家一致通过 刚刚见过这出人们的脸上 洋溢着兴奋 周恩来的提议 获得代表一致赞同 一致通过 当天下午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闭幕之后 就举行奠基典礼 为了追念 追念 不是纪念 追念 一百多年来 为新中国的诞生 而应用现身的人民英雄们 全体代表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赐 周恩来说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 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 鼓舞生者 特决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现在 1949年9月30日 我们全体代表 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 奠基典礼 然后 总理 至此之后 全体代表脱帽 默挨三分钟 默挨礼弊 马主席 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 由此上述到1840年 从那个时候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大家都能看到 毛主席 这个有几张老照片 我们能够找到的 毛主席 宣读人民英雄纪念 被碑文的老照片 当时毛主席 一起和代表去天安门的老照片 现场 庄严肃目 40年之后 当全国人 这个副委员长的雷杰琼 雷杰琼在他的一篇会议文章当中写道 说大会闭幕之后 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 惦记典礼 我们来到广场 毛主席庄严的宣读碑文 并亲自指铁仙陪土 表示 对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的怀念和崇敬 此情此景 是在场的 权地代表 感动的哭了 雷杰琼是民主党派 这位老大姐活着的时候在北京 我年轻时候当记者 多次见过这位老大姐 永远那么干练 说话难忘口音 他的这个回忆 从一个角度 到处了 毛主席撰写碑文 为什么会有三变永垂不朽的原因 三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历史们 所感动 被三十年以来 人民解放战争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感动 被自鸦片战争以来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 牺牲的人民英雄所感动 中国共产党的博大循环 由此也可以得显现 不是只讲二十八年武装斗争 凑个整数 叫三十年来 那当然是 三十年来波澜壮阔 中国共产党的出现 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但是 不只是讲这三十年 而是由此上诉到 一千八百四十年 反对 国内外反动派 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雍垂不朽 毛主席说 我们是中山先生事业的 共产党人 是中国中山先生事业的 最好的继承者 现场那么多代表 那些代表代表三分四国 还有清朝的秀才良 感动的不行 那眼泪 被问是毛主席转的 周恩来首书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 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字 后来有人回忆说 那太重视了 毛主席先后写了 两百人民英雄 我吹不朽 毛主席嘱咐工作人员 说都提醒专家们提解 问哪幅可以用 如果可以用的话 也可以从中间抽取单字 重新编排 如果不行的话 我还可以再重写 现在的纪念碑上的八个大字呢 就是征求了当时很多文化人 专家的意见 从两幅当中抽取个别字 重新编排的 就是毛主席这字啊 是写了两遍 但是呢 这不是其中一遍 而是抽取个别字 然后再重新编排的 毛主席 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的手稿 所有的人都应该牢牢的刻在脑子里 梁思成 大家知道 最近我还有梁思成 临会因 他们还搞了一个什么活动 最近年一个什么活动 我记性了 梁思成回忆录里面写 说考虑到碑文 只刻碑的一面 叫文字啊 之后来写的一段文字 只刻在碑的一面 另外一面呢 你请主席呢 提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八个大字 后来彭真呢 又说 总理写的一首很好的掩体字 总理的字有掩体的基础 严格来说 不是掩体 但是总理的字呢 他这个中共收得很紧 中共收得很紧 很带有点金石器啊 带有装镜之相 跟毛主席的龙飞凤舞不一样 纪念碑上的总理的字呢 他可能会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所以呢 彭真建议总理呢 写碑文 最后背面是 纪念碑的背面是毛主席撰写的 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 不是 最后啊 背面的是毛主席撰写的 但是呢 周恩来首书的碑文 总理啊 是个极认真的人呢 这个写碑文 这是个千秋大夜的事情 总理为了写好这个碑文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就写一遍 背面 啊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遍 第一件事先写一遍 前前后后 写了四十多遍 然后他挑出其中呢 他自己 比较起来 比较满意的一幅 写好之后 他把背面首稿 亲自送到 不是 不是叫通讯员送到 拆部下送到 而是周总理亲自 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 借车工地 然后呢 还特别谦虚的 向当时雕塑家 刘开徐啊 刘老先生请教 可以说呀 从碑文 从碑名到碑文 还有几十幅手稿 没笔没话 都倾注了毛主席 周总理 对歇例们崇高的敬意 和无限的申请 1955年的时候 人民日报曾经 报道过这件事 说 说这个毛主席啊 都被首读人民英雄纪念碑 提了词 提词的原文是 人民英雄游泳锤不朽 周来总理也写了 一个150字的 纪念碑碑文 纪念工地呢 工人正在细心地 把那字呢 这描下来 然后呢 再放大 再制成石膏模型 最后呢 正式眷刻 刻字工程 将在12月开始 知道吧 49年 虽然是决定了这事 奠基 但是在55年的时候呢 才到了这个阶段 人民英雄纪念碑 590多块碑心 碑身石料都已经安装完毕 碑顶安装工程 也快要完成了 这是1955年的事 到了1958年4月 那时候我都两岁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 终于建成了 1958年5月1号 50万群众 齐聚天安门广场 共同见证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 节目 碑身上的红皮 徐徐落下 显现出 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 八个溜金大字 首都各界代表 登上 这个纪念碑 碑签的月台 向1840年以来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们 敬些话圈 当时讲话的是彭真 彭真那时候是北京市市长 那讲话 也就五一讲话 彭真说 今天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 建成揭幕的隆重日子 我们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致以崇高的革命的敬礼 像1840年以来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 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幸福自由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致以崇高的敬礼 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 纪念碑总高度37.94米 比天安门高啊 高出4.24米 有一万七千块 花岗岩 汉白玉气城 纪念碑的碑座上 有八组浮雕 然后分别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 有虎门硝烟 有金田起义 有武昌起义 有五四运动 有五萨运动 有八亿南场起义 有抗日战争 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 还有呢 人民欢迎解放军的这种历史场景 我的印象中过去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烈士纪念日 烈士纪念日是2014年 2014年8月31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十次会议做出决定 把每年的9月30号设为烈士纪念日 每年9月30号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后来又有了英业保护法 后来又有了实际上在国家层面的 对于这种英雄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规定 前两天有一个人骑车上贴着这种日本的 什么什么日本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前两天日有人穿着日式的服装 在烈士幕前怎么着 这一系列的事情过去啊 人们可能都觉得这就叫做花边就算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严肃起来 这个国家呢越来越有一种装镜之相 如果在这些残酷的历史画面面前 我们是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 我们把娱乐至死弄到这样的场所来 这个国家是很难有前途希望 但是我们今天在缅怀烈士的时候 我们所迸发出来的那种热情 那种感召力 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复兴 所倾注的努力就有了具体的着落 2020年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呢 参加了烈士纪念日的活动 烈士纪念日让我们大家永远怀念 烈士们为我们所付出的奉献和牺牲 有两段话 本期节目结束的时候 我想说给各位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还有一句话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中华民族崇尚英雄 成就英雄 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 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感谢收看本节目 下期见